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的一期的长男Gentlemen 我是Kart 我们又见面了 那么今天这一期呢 Kart呢 想给屏幕前的表友 各位的新老朋友啊 再介绍一些有关于腕表收藏收集的一些话题 那么在以前的影片呢 也跟大家说了 我觉得大家如果对这个腕表有兴趣 尤其是对这个收藏收集腕表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在这个买到人生的第一款腕表之后呢 你可以考虑开始自己一个小小的收藏啊 买一个这个GMT的腕表 买一个这个divewatch 然后呢 有一个chrono这样的腕表 三种腕表 三种不同的function 组成一个小小的收藏 如果大家在之后呢 对这个收藏收集腕表还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呢 可以考虑这个增加一个正装的腕表 增加一个古董的腕表 或者是增加一个顶级的腕表啊 或者是考虑买一个beater 甚至呢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买一只 比较有流通性的一些腕表啊 因为大家如果对这个腕表收藏有兴趣的话 很多的腕表会在你的这个collection 很长的时间 那如果大家感觉有些枯燥的话 有一只腕表经常的可以去更换 我觉得这个呢 可能会给你更多的这种新鲜感啊 那其实啊 我觉得喜欢收藏收集腕表的表友呢 大多分成两种类型 那第一种类型呢 就是会买不同的腕表 买很多啊 就是这个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档次啊 不同的款式都会买来进行尝试 那么这是第一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呢 就是在这个收藏收集腕表的这个过程中呢 是比较有strategy的 也就是说 他比较有这个目的 比较有计划 知道下一只去买什么 做过很多的research 每一只都知道为什么 当然了 这个cut的影片可能对这些表友呢 比较有用 那这个之前的影片呢 也跟大家介绍过 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认为 包括结合一些啊 美国这边的表友的这个反馈啊 我个人觉得六只腕表 大家可以组成一个非常balanced的一个collection 那在这块一定也有表友会问啊 至少有几只腕表 也能组成一个比较balanced的一个collection 那我个人的感觉呢 我觉得有三只的腕表 也能组建一个比较平衡balanced的一个collection 当然了 我觉得两只腕表也可以啊 那在这块想跟大家说 如果你考虑买第二只的腕表 甚至更多的腕表 只要你想去买多于一只的腕表 我相信你一定是对这个腕表有兴趣 你一定是非常喜欢腕表 然后呢 甚至对这个腕表的收藏收集有兴趣的朋友 啊 我觉得两只腕表也可以 我觉得有的人呢 确实觉得五六只腕表有点多 两只的腕表呢 我觉得你可以去选择一个这个运动型的腕表 作为每天佩戴的腕表 不管是这个divewatch啊 GMT的watch啊 还是这种chrono 即时腕表 我觉得买一只运动型的不锈钢的腕表 可以让你每天的佩戴 之后呢 再买一个正装的腕表 可以是顶级的腕表 可以是古董的腕表 在皮带上面的腕表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组成一个一文一武的这样的一个collection啊 那我觉得正装的腕表这个时代 很多人说都已经过去了 但是呢 我觉得啊 现在呢 这个很多人也比较少的去佩戴这种正装的腕表 甚至很多的人也会这个用这个运动型的腕表 作为这个正装的配搭 但是啊 我觉得有的场合 有的环境啊 配搭一只正装的腕表 有的时候呢 可以更优雅一些 有的时候呢 也会更适合一些 所以说 我觉得如果大家只对两只腕表有兴趣的话 买一文 买一武 这样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那其实对于我自己个人而言啊 我觉得 至少应该有三只的腕表 即便是刚才客的跟大家说两只的腕表 我相信第三只的腕表 你去选择一个 比如说beater watch 或者是相对于流通性的这个腕表呢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 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大家对这个三只腕表 有兴趣的话 我这块跟大家介绍一下三只腕表 可以怎么考虑结合之前客的跟大家说六只腕表 一个相对更balance的这样的一个collection 跟大家说一下 我觉得呢 在这个dive watch上 你首先应该去选择一个dive watch 这种不锈钢的运动型的手表 你可以每天的佩戴 我觉得呢 这样的腕表呢 你基本上是很容易找到的 潜水表呢 现在不同的价格区间 不同的价位 你可以找到不同的款式 不同的品牌 我觉得在这个dive watch上 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那当然第二个呢 就是去选择一个gmt的腕表 那他gmt这一块呢 也不是都是传统意义上的这种 可以旋转表圈的啊 这样的运动型的不锈钢的这种 gmt啊 比如说这个劳力士的pepsi啊 或者是这个tudor的pepsi啊 这样的这种腕表啊 我觉得gmt呢 也可以带出相对来说正装的感觉 比如说这个grandseco的腕表 很多的gmt的款式呢 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正装的 当然了这个gmt也不是说都是这个 价位比较适中的这种高级的这种腕表啊 在顶级腕表这一块呢 我相信大家也会有其他的选择 比如说基加 克特最喜欢的一个顶级腕表的品牌 基加的这个reversal 它里面有这个duo face 就是一个白面 一个黑面 相对来说呢 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gmt的一个选择 当然了除了基加以外啊 我觉得在顶级的腕表这一块呢 也有这个阿朗嘎安鲁纳的这个 我觉得塞克适尼亚的一些的这个gmt的这个款式啊 或者甚至像这个百达斐利啊 江士丹顿啊 他们有这个world time这种的腕表呢 我觉得可能是更好的 比如说像gmt 如果大家喜欢gmt的话 第一个选择 那所以说在这块就跟大家说啊 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这个gmt的手表的话 也不是只有这种运动型的 我觉得相对正装的 相对这种顶级的 甚至相对这种古董的 那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品牌啊 在gmt这一块啊 大家可以找到一些古董的款式 所以说我觉得gmt这一块 大家呢 可以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当然了选择三只腕表 一个不错的balance的一个collection 一定少不了这个g10马表啊 所以说如果大家喜欢g10马表的话 这个g10马表呢 也大多数大家可能觉得g10马表 也是相对来说运动型的腕表啊 其实g10马表呢 也有很多的呢 是正装上的款式 之前跟大家介绍 比如说我觉得amiga的这个 呃 月球表就可以相对来说比较正装 如果是在皮带的话啊 呃 其他的选择 比如说denis也可以比较正装 那除了这些高级腕表的选择呢 我觉得在顶级腕表这一块呢 百达斐利啊 僵尸单顿啊 朗格这些品牌 都有更高级更复杂功能的 一些的这个即时马表 我觉得大家呢 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进行选择 当然了 如果大家喜欢古董万表的话呢 我觉得比如像这个tagware啊 或者是amiga啊 这些款式呢 相信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些古董的 有收藏价值的万表 那最后呢 还是跟大家说一下 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有一个 balance的一个collection 然后又不想有五六只万表 那么多的话 三只万表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当然了 也是应该有一个GMT 有一个divewatch 有一个chronograph 这样的一个选择 但是我觉得啊 在这个GMT和chronograph上面 大家可以找到 比如说不同的选择 我觉得divewatch 大家尽量去选择 这种不修钢的运动型的手表 那我觉得GMT和chronograph 刚才跟大家介绍了 大家可以找到 这种顶级的万表 古董的万表 正装的万表 我觉得呢 这样的话呢 组成一个比较 这个balance的一个collection 尝试不同的这种风格 在选择万表的时候啊 尽量多想一想 如果大家只想买三只万表 不想特别多的话 我建议大家呢 多做一些research 然后呢 多一些考量 我觉得在这一块呢 之后呢 你能找到一个 更balance的collection 还不用花更多的钱啊 那我个人感觉 我不愿意去花很多的这个钱 去买不同的万表进行尝试 我觉得每一只万表 在购买之前 你应该多想一想 知道为什么购买 那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是这样 我是Kard 我们下一期再见